17. 東方日報 胡說八道 智奴 2015年7月27日呼刊 E.07胡說八道梁佩湖因為劇集《武則天》 很多女人都愛上了智奴這個角色 很多女性朋友更在facebook上留言 說希望能遇上一個像智奴的男人 可是有真的人人能有幸做美娘嗎? 智奴貴威皇帝也對美娘十分專一和盡心的保護他 可想而知 像他這樣子的男人至今 還是一般女人心中的白馬王子 誰說男人不或是因貧 至無後剛那麼多妃嬪 但自從美娘入江後 其他妃嬪便沒有再生孩子 可想而知 男人要是專一的話 不管他是貧是父 也不會變心 誰說男女以平等 只要懂得保護女人的男人 還是受歡迎的 可是 近日我卻聽到 有女人批評自無是個十分自私的男人 因為她為了保護心中所愛 不惜犧牲了皇后 蕭淑妃 公主和幾個王子 所以女人認為她是個不負責任的丈夫和父親 說的也有道理 可是在哪個時候 後光的生活到底有多麼的險愛 每個人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甚至是攀附更高的位置 都使出卑鄙的手段 陷害壁人 如果美娘不兇漢 說不定死的早已是他而不是壁人了 而自無為了保護心中所愛 當然是情願看齊不愛的人死罷 這算是自私嗎 也許從其他人的角度出發 她是自私的 可是從她和美娘的角度出發 她絕對是個好男人 微博HTTP 母號相斜線 t.cna.com.cn 斜線鏈譬如 梁佩護護圖人